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说今年的时候是真正做到了全球外出现 互联网只是用了一个创新的模式 创新的技术 打开了这个小角而已 假设我们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 更多的这种好的企业家的这种创意创新的产品 我相信中国的内需会被起来 而消费拉动经济 消费提升生产制造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现在前前入驻了整个天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看到第八 华王官方期间 以及新西兰 甚至这有一个小点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几个点飞向了下面一道 有的人在讲 有的人说传统经济不行了 根本不 或者制造也不行了 它根本没不行 谁能够把握未来谁赢 而不是谁拥有谁的技术谁赢 所以制造也从来就没有淘汰过 所以过去的二十年实际上发展了互联网技术 未来的三十年 只有互联网和传统企业的完美结合 共同打造为了适合未来的这种经济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趋势所在 这种趋势所在这种趋势所在